这里是马祖波音战 秦山波音战是国共对峙期间 新战喊话是两岸批判对方 宣扬几方重要的戾气 国防部早年在金马前线 共设立五个专责新战喊话的波音战 其中设于北干秦山的波音战 曾经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波音战 共有48部500万扬声器对大陆波音 民国68年9月3日开播的秦山波音战 是马祖前线唯一的新战喊话单位 它的波音涵盖范围远达29000公尺 高登岛居大陆北交半岛最近处不过9250公尺 因此福建沿海连江 黄崎一带收听极为清楚 当然马祖列岛也在其涵盖范围内 乔仔 秦碧一带居民对波音内容早已耳术能详 渔船经过波音战下方时 简直是震耳欲聋 波音战波音分成国语和福州话两种语言 国语部分由女青年工作大队负责 福州话则有北干一位女教师协助录音 内容不外乎批判共产主义 打击中共领导人 并宣扬三民主义在台风金马为人民带来富足康乐的事实 波音战早期的功能以新战海话为主 包括呼吁反共一事 踊跃投奔自由 台湾方面将给予多少黄金等 另外就是即时新闻的播报 波音战通常一天播放8至9小时节目 除了新战内容 最长播的音符小邓邓丽君的歌曲 随着两岸情势日趋缓和 目前秦山波音战的波音内容早已没有新战喊话 92年6月间 北高指挥部计划将波音战内闲置的波音设备运往台湾报废 后经北干明代反映 一遇暂存 留待大沃山战争和平纪念公园设立后 工作展示之用 国防部早年在金马前线 共设立五个专则新战喊话的波音站 其中设于北干秦山的波音站 曾经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波音站 共有48部500耳扬声器对大陆波音 1979年9月3日开播的秦山波音站 是马祖前线唯一的新战喊话单位 它的波音涵盖范围远达29000公尺 高登岛 居大陆北交半岛最近处不过9250公尺 因此福建沿海连江 黄旗一带收听极为清楚 当然马祖列道也在其涵盖范围内 乔载 秦碧一带居民对波音内容早已耳服能详 渔船经过波音站下方时 简直是震耳欲聋 波音站波音分成国语和福州话两种语言 国语部分由女青年工作大队负责 福州话则由北干一位女教师协助录音 内容不外乎批判共产主义 打击中共领导人 并炫耀三民主义 在台风金马为人民带来富足康乐的事实 波音站早期的功能以新站喊话为主 包括呼吁反共一事 踊跃投奔自由 台湾方面将给予多少黄金等 另外就是及时新闻的播报 波音站通常一天播放8至9小时节目 除了新站内容 最长播的英属邓丽君的歌曲 随着两岸情势日趋缓和 秦山波音站的波音内容早已没有新站喊话 1993年9月间 北高指挥部计划将波音站内闲置的波音设备运往台湾报废 后经北干明代反映 一遇暂存 北海坑道 北干的北海坑道 北干北海坑道 位于连江县北干乡百里村与武沙港交界 又称为武沙坑道 1968年国军为了作战需要实施北海计划 与南干东应北海坑道同时开始开凿 坑道长达550公尺 宽9至15公尺 规模虽不及南干北海坑道 但同样是昔日国军兵工挥洒血汗 靠着十字岗 圆销 铁坝 铁本机等工具 挖掘坚硬的花岗岩壁一遭一斧打通而成 这里就是北干的北海坑道 攻击历时近三年 牺牲官兵超过百人 攻城之浩大雨艰辛 可见一斑 由于新建之时 因爆破不慎 造成大批工兵伤亡 并且当地长期流传的狐媚之说 湘民望之雀部 更加深了坑道的阴森景象 坑道原本规划用来停靠登陆小艇 完成后并未使用 废弃三十余年 五沙坑道又称五沙北海坑道 民国五十七年和南竿 东应北海坑道 红尺开始开凿 坑道长达数百公尺 宽十余公尺 气势虽不及南竿北海坑道壮观 但昔日军兵开凿时 一样是靠着十字稿 圆锹 铁坝 铁本机等工具 一凿一斧打通挖掘坚硬花岗岩壁而成 历时近三年 牺牲官兵超过百人 工程之浩大和艰辛 可见一番 五沙坑道原规划用来停靠登陆小艇 完成后并未使用 且已废弃多年 由于兴建坑道时 因失作炸药而造成大批兵弓 伤亡事件 当地长期流传着鬼媒之说 使得湘民望之却步 更加深阴森景象 旅客进入时 因流一朝西 若在大潮的涨潮期间抵达 须等候退朝时 才能进入参观 幽暗深邃的五沙坑道 又称五沙北海坑道 坑道长约五百五十公尺 宽约九至十五公尺 于1968年时 与南竿 东引三处的北海坑道 同时开始开槽 规模虽不及南竿北海坑道壮观 但同样是昔日的国军兵宫 挥汉如雨 甚至牺牲生命 仅仅靠着十字稿 圆枪 铁坝 铁本机 等简单的工具 挖掘坚硬的花岗岩壁 一遭一斧打通而成 功期历时近三年 牺牲官兵百余人 七公城之浩大雨艰辛 可见一般 坑道附近 随处可见 近海石或风化作用 形成的玄妙地质景观 自然的雕气客 磨出许多生动的画面 加上海浪美妙的回音 让到此参观的旅客 可以同时体验到视觉 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现在这里就很暗了 没有想到 该是 的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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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